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收看YahooTV的智慧Z世代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志涵 说到这个智慧Z世代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听看 我们Z世代朋友的想法跟心声 每一周我们都会慎选很多 很重要的时事关注的焦点话题 比方说像这一周 我很多的题目像是 台南渔会的这个理事长 竟然遭到枪击身亡 还有呢郑文灿涉滩 不过呢他火速的焦宝 今天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也就是台湾民众党团的总招 黄国昌委员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黄国昌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才很笑唱 因为我刚刚看他的头发 我说哇你真的 那个白头发变蛮多 他居然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自己说吧 我说我去年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加入台湾民众党 整个生活品质变得很差 很差 让我的摆头发越来越多 但是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上了这一船就不能再下船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三位年轻的朋友 首先介绍一下博智 博智好 雅虎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自然姐好 那国昌委员好 我是博智 那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政治系 那今天呢 准备了一些有关 政治制度改革的议题 想要来请教国昌老师 接下来这位呢 也是就读台湾大学的酸子女学弟啦 然后仙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目前毕业于占大附中 然后我平常有关注国会改革的议题 今天要来请教一下 郭昌老师 好 非常欢迎今天三位年轻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第一个单元 本周我正热 等一下就有好几个题目 要来考考国昌委员咯 好 第一个焦点话题呢 我本人星期六的时候 是看到快讯的时候 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我相信国昌委员应该也蛮正经的 就是郑文燦前海基会的董事长 他竟然是涉滩 那么当时呢 检方是要 本来是要把他生压 境界的 不过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他也火速地筹到了这个交保金 并且呢 现在呢 还有一些后续的程序 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看到PTT上 有很多人在说 现在是不是 只要有关系 就可以马上就交保 当然很多相关的一些传言 都不断地在分传 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涉滩 那现在呢 又生压 然后呢又交保 接下来 到底整个案件会走向司法案件 还是高度政治的案件 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 不只是台湾 非常非常关注这一则话题 事实上 连日本的独卖新闻 也是连续两天都是专题的报导 而且给他的标题是 下一届热门的总统候选人的人选 涉滩 那么像这样子的状况 国创委员怎么看呢 因为您过去其实针对 郑文燦他在桃园市长任内 很多的土地 变更的这样子的遗云 其实有多次的借弊过 其实我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这几年吧 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 郑文燦他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 基本上做了一坨拉固很离谱的事情 我们就先从八八会馆 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 八八会馆 郑文燦跟八八会馆的主人 就是绰号叫做露麻的林秉文 非常的好 大家在随便Google一下都可以看到 他甚至是用市长跑去帮林秉文promote promote什么呢 promote他来协助洗钱 他来协助洗钱的那样子的 一个洗钱工具的公司 那结果八八会馆除了林秉文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郭哲敏 那郭哲敏呢 他那个时候在桃园田中间 买了一块农地 结果郑文蔡在当市长的时候 莫名其妙 那个捷运站在田中央设捷运站 而且还把它移到 更靠近他的地的那个位置 那大家就知道嘛 你买一块农地 结果竟然会有新的捷运站 会在那边去设 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清楚 那除了巴德土地的案子以外 包括了说像三立集团 三立集团在杨梅买了浦兴牧场 结果那个浦兴牧场本来是卫权的 卫权持有那块土地 大概一二十年吧 每一次要申请变更 都没办法 但非常神妙的事情 他一卖给三立了以后 三立马上申请变更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条龙的服务 然后郑文燦还协助他们 跟他们签约 然后除了做土地变更 也准他们做置办事例重划 然后有超过一半的国有地 是属于我们的政府的 然后除了三立了以外 包括了他们自己民进党的大金主 特农地的土地 解编了以后 解编了以后 本来是特地农业区嘛 它的使用规范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那当然相对价格又比较便宜 一旦解编了以后 那事实上什么 在解编前到解编后 又是民进党的大金主 那个农地 解编的那一块 观音区的那一块 几乎被他买的 全部差不多了 大赚一笔 种种发生在桃园过去 不仅仅是当地的桃园人知道 甚至已经成为媒体 大家在关注焦点的议题的时候 结果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无动于衷 可以包庇就可以包庇 可以护航就可以护航 到最近大家 现在浮上台面的这个案子 大家才赫然发现说 从法院的裁定 他很清楚的说 有跟肩的照片嘛 那也有监听的内容 但问题是整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七年前 七年前就发生 那问题来了 选前怎么不办呢 七年前 你证据就已经这么清楚了 结果被一直压着 没有办法办 真的被压着 没有办法办 然后检察官即使想办 上面的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 上面的法务部部长 在他发生案子的那段时期 法务部部长是邱泰山 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是彭坤叶 这两个人就有名了 这两个人当初就是 帮一个桃园的大富商 人家逃税5亿 不是赚5亿 光税就逃了5亿 税如果缴5亿的话 那你看那个 要缴纳的那个所得额 有多少 结果呢 结果那个富商根本没认罪 然后还去施压基层检察官 然后我们的法务部部长 还介入官说 当大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赫兰发现说原来7年前 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开始办 有跟肩的照片 然后有监听的议文 结果什么 结果通通都没有办 那个时候没有办 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法院的新闻稿说 隔了一年以后 郑文燦把钱还回去了 拿了500万把钱还回去了 为什么还了500万 还了500万是不是 本来动手要办他 结果一直被押一直被押 有消息走漏到郑文燦那边 说这个案子 现在检调有在办 要小心 要小心 然后赶快什么 赶快把钱还给人家 想要毁失灭迹 结果整整拖了7年 到2024年的现在 到2024年的现在 才出手办他 那请问在2024年以前 谁在帮郑文燦cover 谁在押案 总长我还要问 其实他一开始是生压境界 结果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那在这个过程 很多人也是说 这个法官 他的爸爸 是不是之前也跟郑文燦 是这个长辈跟下属 这个直属关系 就是说他的长官 跟下属的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姑且不落 我们从法律上的要件来说 刚刚总组要讲到 他如果已经监听了这么久 证据这么确凿 因为其实我看那个法院 他后面发的那个新闻稿说 相关证据都有了 所以不用积压 这个东西合理吗 怎么会是好像送钱的 可以交保 然后收钱的现在是被押 刚刚你就讲到一个关键 送钱的都被押了 送钱的罪责 跟收钱的罪责 是差别非常大 送钱的被押 然后犯更重的罪 收钱的人 结果竟然交保 我那天看到那个裁定 我真的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 我老实讲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 你如果说真的如此的 罪证确凿的话 那为什么送钱的人要被押呢 如果真的 像法院讲的如此罪证确凿 为什么送钱的人要被押 第二个 你怎么知道 没有其他的共犯 还没有道案 你怎么知道还没有其他的共犯 没有道案 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郑文燦一生 就是说不是郑文燦一个人可以做的 因为你牵涉到下面什么 牵涉到下面土地变更的事情 要有很多人在下面做事 才做得出来 那当然我会相信说 可能有很多人是被迫 在市长的命令下面 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只是在这整个犯罪的行为网络当中 要去做这个所谓地幕变更的事情 那不是市长一个人可以做的 他还会牵扯到很多人 那你现在压了四个送钱的人 跟白手套 那其他参与的犯罪行为人呢 其他参与的犯罪行为人还有多少 全部都道案了吗 如果有人还在外面的话 你怎么会说没有串政的风险 因为你不要忘了 今天郑文燦道案了以后 他不是说我认罪 你如果说他今天认罪的话 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现在第一个 你已经抓到他的金流 你已经抓到他的金流 就是收了五百万 那收了五百万 当然不是收了汇款以后 把钱退回去就没事了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现在郑文燦是否认犯罪 他否认犯罪 他还发声明嘛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 就是这样子被中保交保出来的人 竟然还可以面带微笑 面带微笑那个也 他是不是强颜欢笑我不评论 竟然还可以公开发声明出来 那你从他公开发的声明 大家很清楚的看到说 这个确认有收钱犯重罪的人 结果竟然什么 竟然把他放了 他还可以在外面讲一堆 有的没有的 所以当然 我们如果真的要追究的话 就会追究 不仅仅是这一次的交保而已 还更有说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 如果有照片 也有监听议文 金流也掌握了 为什么可以押七年 谁在押案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 现在那个检察官 他也很火大 因为他整个傻眼 他真的整个傻眼 他准备了这么久 对不对 好不容易 然后那检察官他讲的话也是 就是送钱的人都被押了 然后犯更重的罪 收钱的人却放了 我希望啦 就是检察官提起抗告了以后 高等法院赶快针对这件事情 重新下裁定 对 其实总知道你刚刚讲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他 他整个现在社会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 甚至连法律的界限 你会觉得很模糊 都不晓得说 现在到底用什么样的标准在做事情 我要讲接下来的这个案子 其实跟郑文燦也有关系 我还记得在这个总统大选前 民众党其实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们两个都有出席嘛 那当时就是针对现在媒体 很多跟财阀勾结 跟这个民进党勾结的一个乱象 包含像刚刚提到的杨梅那块土地 郑文燦跟三立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候就已经点出来了 而且我知道三立还告你嘛 应该是郑文燦有告你 对 说这个土地的 他说到他都没有问题 那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其实我这几天观察是 郑文燦涉贪这个事件这么大 可是你会发现 传统媒体报导这么小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蛮大 他是向上追 可以追到很高的层级 而且是整个贪腐的结构 那追了7年 好结果你会发现说 好像都没有人追查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个案件 这个也是上周总招接币的内容 三立新闻 三立集团 他们下面有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跟了一个诈骗集团合作 这个诈骗集团叫做什么 S交易所 他们就做了一档节目 然后在这个节目说 他们是唯一全台湾第一个合法 然后可以帮你操作一些虚拟货币的 这个王牌交易所 然后就做了一个节目 还请了非常知名的艺人来做这个代言 结果这个事情被公诸于世之后 而且这个诈骗集团是已经被抓了 已经确有歧视 然后这个公司 他还设在三立集团的总部里面 结果新闻也是这么小一点点 那我就想说 我很好奇的是 我其实蛮悲观的 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压了就没了 然后一拖250 大家就不会再继续去关注 等一下我想听看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 总统要怎么看 这个三立集团 跟诈骗集团勾结 然后我们的NCC 仿佛没有这件事的发生 新闻过了行就没事了 其实我那天在咨询NCC的人的时候 结果NCC的人看起来是 完全状况外 完全状况外 而且真的离谱的事情是什么 真的离谱的事情是说 我们前一阵子 前一两年 我们在谈到网路诈骗的时候 不是都在骂 说那些网路平台都不负责任 有很多名人被冒嘛 然后在那些网路平台上有很多假广告 假投资真诈骗 然后要求那些网路平台说那些假的不实的诈骗广告 要下架 现在不是在网路上面 现在是在电视喔 而且是在电视新闻台 刚刚志函所讲的只是其中一个 在帮忙promote 的电视 在三立 的一个特别的 节目 但除了这个以外 他那个是有政论节目 跟那个诈骗集团所成立的一个 像是 内容农场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Google 叫做Potato Media 你去Google Potato Media 你会发现说有很多民进党 有名的侧义写手 还在帮那个Potato Media 在promote 强强联手 然后三立的政论节目 跟Potato Media是 强强联手抽黄金 在promote 他那个平台 他那个平台在做什么 他那个平台就是 骗大家上去 然后跟大家讲说这个虚拟货币 可以保值 可以职押借款 可以交易 因为 你货币一定要有流通性 才会有价值 结果他是完全没有流通性的垃圾货 他是完全没有流通性的垃圾货币 但我在看整个案子的时候 真的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是说 他那个诈骗集团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网络 他有交易所 然后他有负责帮忙洗钱的公司 有内容农场 在那边看假新闻 骗大家 上当的 骗更多匪洋进来 对 但是在那个网络里面 有一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跟三立合资的 设在三立大楼里 但我在看检察官起诉书的内容 在看起诉事实的时候 唯一 没有交代的 就是那家跟三立合资的公司 在整个洗钱网络里面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我那天 我为什么会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把这件事情 直接掀上台面 问 我们的法务部 请问你们到底在干嘛 是看到这家公司 因为背后有三立 出资 所以看到直接腿就软了吗 该查的 为什么没有查 因为 我基本上面的标准是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到底 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家公司到底在干嘛的 你要查清楚 但除了这家公司以外 三立 利用他们的节目 在帮这个诈骗集团 promote 根本就是垃圾的虚拟货币 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 单纯就这件事情而言 我们的NCC 我们的NCC 我们号称要打炸的政府 我们的NCC仿佛是睡着了 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 就是因为郑文燦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吧 我们的总统 赖清德 他在不公开场合 还特地有 在不公开场合 有个绿媒去塞他 他说呢 打炸 树瘫 扫黑 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 那 我对于民进党政府打炸 树瘫扫黑 这三件事情 我大概骂了 好几年了 我基本上面的观察 就是 打炸树瘫扫黑 每一件事情 你都会发现 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关系密切 那要不然呢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要不然呢 就整件事情 无疾而终 就像志涵讲的这个样子 我再讲个最简单的 我们去年的时候吧 应该全台湾都有注意到一个诈骗 集团 叫做IMB 嗯 IMB跟多少民进党 高层的政治人物 往来密切 刚筹交错 结果呢 结果现在办了半天 就是办IMB的 钱到哪里去了 不乏所得在哪里 然后陈欧珀呢 陈欧珀的责任 到底有没有追究 你只要问 法务部 他说我们已经立案了 我们已经立案了 基本上的态度呢 就是以拖待变 反正拖了几年以后 大家就忘了这件事 好像送给检掉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先生好像有一些想法 对 就是看到这个三立跟诈骗警团 挂钩这个新闻 其实我们所在网络上能看到的新闻资源 其实很少 都是来自于几家 少数的媒体 那其实这个诈骗这个东西 在我们年轻人这边 其实最新有个笑话 就是说 在台湾 最赚钱的行业就是诈骗 这是一个相当悲观的论述 那其实我们台湾诈骗的问题 已经在国际上也是 相当知名的丑闻了 所以我想说 民进党政府有没有想要对于这一块 有进一步的 去追究 或是想说肃清他们党内 诈骗跟政治人物挂钩的这部分 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政府在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 第一个 他很会成立国家队 他打仗以 我已经忘了现在是第几个 第几个国家队 然后第2个 很会成立新的办公室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出来剪彩 然后第3个 他很会推 他很会做宣传 去年 他们有打炸5法 今年 是打炸4法 就是去年推5法 今年推4法 就是 他们在 公关的宣传上 你会看到民进党政府不断的 在做公关的宣传 但事实上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要打炸 那你就要真的什么 第1个 严惩 首脑 第2个 整个集团 要瓦解 而不是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 你只要够大的 抓到的 都是大概是你们这些年纪的年轻人 我这样讲你们不要不高兴 但有很多年轻人被诈骗集团 用作当免洗块 反正被抓是你们这些给人头账户的嘛 车手嘛 被抓嘛 老大反正 就在后面嘛 老大跟政治人物关系很好 然后利用下面的整个网络赚来的钱 可以跟政治人物 巴蒂巴蒂 然后最后有事的 再去供养 全部都是下面 被抓到了这些年轻的 车手 那你说以现在目前整体上面 看我们的政府不管是树摊 扫黑 打炸 我基本上面呈现出来的图像 我基本上面会觉得说 整个 政府公权力的执行 非常的不利 那第二个 如果 又遇到 关系特别好的 那是整个膝盖软道 都直接跪下来 然后第三个 如果最后不行的话 不行的话 还可以放他跑 这个是我们在 提前告诉台南老婆 对这个是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的时候 看这些事情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样的图像 这个是为什么 从几年以前开始吧 我们就不断的 在呼吁民进党政府 要 非常认真严肃的 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 其实在2022年地方选举以前 我那个时候回到民间社会 我仍不在立法院 然后我利用台湾公益接壁 吹哨者保护者协会 因为我成立一个NGO 跟一些朋友 我们一起在民间社会做一些 接壁 然后扫除犯罪组织 的一些 工作 在那个历程里面真的看到这些 臭不可闻的事情 所以出来 大声疾呼 所以2022年那时候 民进党政府在地方 就民进党在地方选举惨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蔡英文下 就辞党主席嘛 赖清德上去嘛 赖清德还跑去台南 帅所有民进党的党公子 跟所有的台湾人 大家一鞠躬道歉 说这些弊案 他一定要好好的查 结果到2024年的时候 大家 又在选择相信民进党 然后让赖清德拿到40%的选票 当选总统 那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赖清德你那时候2022年在台南跟大家举功道歉 到现在 到现在 这么长的时间 你当初所说 你要扫除的 绿能贪腐的弊案 到现在办了几件出来 对 其实呢我们这个时间有限了 我觉得刚刚总教讲了非常不多的内容 而且我们很多揭壁的内容 也希望一件一件的来跟大家说明 但我还是要回到刚刚的题目 我又觉得说 真的很灰心 因为呢 很多揭壁的内容 你会发现主流媒体出不去 比方说像三立的这种新闻 他们就是大家彼此护航 然后呢就包庇了 那我觉得包庇的重点是什么 很多人就因此这样子 无辜被骗 被诈骗了 那这些事情呢 永远一直不停的在循环 不停的在循环 所以刚刚先荣就问了嘛 看到民进党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好像是 不停的把事情 问过是非 比方说我们过去 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柯文哲很喜欢讲一句话说 不要只是处理新闻 要处理事件 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 是倒过来的 永远在处理新闻 而不是处理事件 然后呢真的发生了没有办法处理的 就送检掉 然后检掉再来帮他们把这个东西再遮掩起来 最近有一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受到大家关心 其实我相信年轻朋友们应该也很关心 就是 在这个职业运动 如何防堵的问题 这个东西也是 过去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有球员 就是这个 被发现说好像这个涉堵 结果呢就被抓了 抓了之后隔了大半年 这事情好像就 就不见了 但是我知道国产委员这边有举办一个公庭会 要不来讲一下 接下来民众哪要做的一个修法的方向 其实喔 就是其实只要 爱好棒球 喜欢棒球有开在棒球的人都知道 台湾过去 职棒 其实 每一次 遭受到重创 就是因为 赌博 利用职棒赌博的这件事情 当然 有一些年轻的球员 他们或许意志不坚 没有守住 那一条线 他们也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 但我觉得更该要问更该要检讨的是什么 更该要问更该要检讨的是 背后的这整个结构 因为对每一个个别的球员来讲 他们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 那个不是只有金钱跟美色 还有暴力 还有暴力 黑的 黄的 钱 全部都来 把整个事情搞得 乌烟葬季 刚大家 有没有听到说 我在讲那个八八会管政文餐的时候 我提到一个人叫林秉文 林秉文他以前在干嘛 林秉文就是把我以前最喜欢的球队 搞掉的其中一个人 所以你就追了他不放是不是 不是 我以前喜欢的那个球队叫做 Cobra 陈泰 我那时候真的是 瘋狂了 全台湾 他们只要去哪里比赛 我就去哪里看 真的喔 所以我全国每 每一个县市的棒球场 只要有举办过职棒比赛 我全部都去过 像 我讲几个好了 屏东 我也有去过 你有去屏东看过职棒吗 我跟你保证没有 花莲 我还追到花莲 去看比赛 不过花莲那个球场很漂亮 你坐在那个 本磊后方 你往前看 背后全部都是山 我那个真的赏心悦目 坐在那边看球非常的 舒服 但拉回来 职棒这件事情重创了 我们整个职棒的产业 也让我们非常多其实 很优秀的球星 他们就因此而陨落 那 现在不是只有职棒的问题 现在 从大概去年前年开始 开始发现直栏 也有这样子 的问题 那怎么样 在政策上面 防堵 防堵 就是说 当你这一些球赛 成为所谓博弈的标的 运动竞赛成为博弈的标的 的时候 怎么样 确保第一个这个比赛的公平性 第二个更重要的 这一些球员的保护 这一些球员的保护 不要再让这些球员 去陷入 那个非常他要去面对要去对抗一个 有权有势的犯罪组织 逼着那些球员威胁利诱去做他们 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会让他们 所有 过去 从小时候一直练球好不容易 爬上了职业舞台以后所有累积所有的辛苦 都因此的烟消云散 那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 之前 有一些职业球员的公会 其实他们都有来台湾民众党 陈勤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举办的工听会 我们有邀请像职棒 的球员 直篮的球员 还有足球的 他们能够 就是说来 这个工听会上面 现身的说法 让立委 让社会大众知道 现在问题 的严重性 以及 我们怎么样来推动立法 能够去杜绝这个歪风 保护好这个运动环境 运动产业 以及 为国争光的这些球员们 对 没错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所有的大众 还有我们的职业球员们一个好的环境 提供一个正向的循环 不然永远是在这些 这个无止境的 这种 赌啊 然后这个烟啊 各种的这种负面东西 下面是没有办法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运动环境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非常热烈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下一个单元 其实我们今天的 Z世代准备了很多的问题 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国聪老师 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Z世代有话说 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看三位有备而来 我先来问一下俊伟好了 俊伟好像就是蛮喜欢这个国庄老师的很多的揭蔽的行为 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要问他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国庄老师就是我们目前的国会改革 是在于立法院资讯刑事法以及刑法上面的修订 但是我认为 这个立法程序有一个地方需要来做改革 一个法案进入到委员会审查之后 可能因为某个政党 的总招不同意 而把这个条文送到草野协商来做 就是协商 那当然这个草野协商他发言的时间跟次数都没有限制 导致整个立法程序上面的效率非常的低 那我想请问国庄老师对于 废除草野协商的制度的 这改革的方向 的看法为何 其实我2016年那个时候第一次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其实都对于草野协商的制度 有非常多的批评 有非常多的批评 那 那整件事情让我最震撼 其实是20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修个会计法 在修会计法的时候 那个会计法的修正 是 民进党现在不是一直在喊 说什么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我跟大家讲最典型的就是会计法 完全没讨论 在委员会在院会都没讨论 四个党团 那个时候是 国民党 民进党 亲民党跟台湾团结联盟 四个党团的代表 关在异常背后 院长休息室的小房间 四个人签个字 结果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 院长出来宣告 会计法三读修正通过 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 你拿公堂 去喝花酒 全部免除法律责任 不用坐牢 没有行政责任 没有民事责任 什么责任全部都 都免除 那那件事情事实上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那也是我那个时候开始 猛声想法 台湾需要蓝绿以外 第三势力的政党 所以2016年的时候 我们到国会里面 要推动改革 那推动改革 其实只完成了 一步而已 只完成了一步 那一步 就是党团协商 要透明化 就只要直播 那但你说的没有错 党团协商是台湾独步全球 一个非常畸形的制度 真的党团协商是台湾独步全球 非常畸形的制度 他会让 他会让一些特定的人 在那个党团协商的过程当中 掌握极大的权力 掌握极大 就是他一个人的意志 可以推翻掉其他立法委员 的意志 那真正让 委员会的审查空洞化的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党团协商 其实就是党团协商 所以 我举一个以这个会期来讲 最有名的例子 叫做禁法补偿条例 就原住民 他们保留地嘛 你保留地政府 跟他们说这些保留地你不能动 种的树木要保护好 然后不能开发 不能利用 不能砍 那等于是对于他们的财产 有一个限制 所以政府要补偿他们 基本上那个概念是这样 但那件事情在委员会讨论 在委员会协商 可是真的到党团 所谓的政党党团在院长所主持的那个协商 的会场上面 他们的党团总召 柯建民就说 上面我没有签名 我不认 真的 上面我没有签名 那等于是民进党那些委员在参与审查全部都假 全部都假的嘛 在内政委员会表示同意的人也通通都假的 因为到那个会场 柯建民讲那句话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翻掉 那当然 但就有关于党团协商在还没有办法废除以前 我希望他的运作 可以效率化 然后而且比较有秩序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打开天窗说两话 是 党团协商的这个制度 党团协商的这个制度 现在已经沦为民主进步堂 秀场嘛 你讲秀场 我觉得还是 客气了 太客气了 那个怎么会是秀 壮扬场 秀就是要好看嘛 对 第一个你会 你会看一个秀是 有人在那边讲谷 从谈谷开天开始讲 然后在那边骂人 在那边进行 人身攻 攻 然后在那边 非常漫长 的发言 然后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但我后来我只希望 就是说在这个制度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改革以前 我会希望院长在主持草野协商的时候 能够控制发言的时间 跟顺序 那但是呢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你想要建立任何规则 民进党都不会同意 譬如说那时候韩国瑜 其实是有尝试想要说 那我们 发言的时间是不是 一人三分钟 你有什么想法 你三分钟应该是 可以把他讲完 结果柯建民就极力的反对 他要毫无限制 他想讲多久 就讲多久 然后大家要坐在那边 陪着他在那边 你说的完全没有错 你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 党团协商的制度 一定要改革 党团协商的制度一定要改革 好 总裁我要迅速的问一个问题 你帮我快问快答 你每次坐在那边 听他们盘股开天的时候 你心里都在想什么 因为我每次看的那个 IBOD看的你的表情 我都想说 宏昌昌昌一定心里在 没有啦 我一方面 就是说 在听啦 但 听他讲的话 其实不太需要动脑筋 所以我通常在做其他的事 我在想其他的事 在联络 其他的事情 OK 博智 那个我今天想要问 郭昌老师的一个 议题就是这个 最近很 火热的这个 罢免门槛的修订 那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区域立委 得票率大约是在40%以上 那 地方的议员 大概是在20%左右 那可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呢 把这个罢免的门槛都修到25% 也就是说 选罢本身 就有不均衡的问题 就是说 难选易罢 可是呢 中央跟地方也有不均衡的问题 就是说 立委呢 是 难选易罢 那议员呢 是易选难罢 那想请教郭昌老师 因为郭昌老师过去在2017年的时候 也有经过这个 被罢免的经历 那 我在 黄珊山委员的脸书上也有看到他说 他其实是不支持 罢免 提高这个门槛 那 不知道民众党跟郭昌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以前喔 在之前 选罢法修正的时候 台湾的罢免制度 大概是完全被架控 没有办法运作 因为你要过五成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任务 几乎啦 几乎 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 那所以导致有一些 立法委员 他如果背弃他的承诺 他不试任 的话 让我们宪法所保障的罢免权 根本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在 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修正 公職人员选举罢免法 把罢免的门槛 往下调 把罢免的门槛 往下调 但是 从2017年修正到现在 我们现在发现的几个问题是说 罢免制度 他基本上面的想法是说 这个是公民发动 公民社会 然后由公民社会发动 淘汰不适任的立委 不要让立委觉得说选上 你就爽四年 四年每天在家里睡觉也没人能够对你做什么事情 好 但这几年下来实践的结果发现很糟糕的事情是说 他成为政党仇恨动员的工具 甚至选输了以后 利用发动社会的对立跟冲突的仇恨动员 然后想要改变 选举的结果 目前其实民进党在做的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但我觉得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真正好的解放 是让 台湾的民主 在面对这样时刻的时候 大家 可以冷静下来 理性的想一想 说 罢免制度 我们本来要用的制度目的在哪里 借由公民的选举 不要让自己沦为 政党在进行仇恨动员操作的工具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事情是 这几年的实践 也让我们发现到说 原来罢免在前阶段联署的时候 其实 政党 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不仅非常的吃重 而且 联署是不是真的那个人他真的意思 还是他是被联署 所谓被联署是 就是 政党他们都有很多装脚名册嘛 就拿那些装脚名册 直接抄一抄 好 那你这样的状况之下就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说 第一个 你的罢免制度 根本就不是公民 所发起的 那第二个 在联署的阶段上面有太多造假 腐烂 的情势 而且造假腐烂的情势是说 有很多人不仅是被联署 甚至 里面 可能有一些人都早就往生 那个就 根本就 丧失了整个 制度他一开始发动的意义 所以台湾民众党我们才会采取的看法 是说 第一个是说 我们认为 罢免的门槛那件事情 这个标准本身 不要一直 太过度的变动 因为在进行的情况下 你太过度的变动 规则变来变去 会很像以前民主进步党 把鸟笼公投法解放出来了以后 再把他关回去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自己公投都输 又把他关回去 去鸟笼 这样标准变动不好 但 我们认为在整个联署的程序当中 必须要慎重 必须要严格的审查 确认说这个真的是本人的意志 来参与这个联署才会符合他本来制度 真正要发挥的功能 制度设计不应该因人设施 而且 选举跟罢免 其实 他都是公民的权利 不应该变成政党 去政治操作一个动员的工具 憲蓉呢 好 就是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热 能源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我们都知道 2050净零碳排 是世界上许多国家 订定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台湾也根据这个 气候变迁因应法 定定了在2050年要达成 净零碳排的这个理想 不过呢 从最近的能源配比可以发现 火力发电跟天然气发电 这两个重要的排碳来源 仍然是相当高的占比 而且最近民进党内部也出现了永和的声音 像是这个智库的合硕董事长 佟梓贤 他也表示呢 筹合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那全球暖化才是我们的全民公敌 所以我就想看看说民众党 党团跟黄委员 在这个核电与台湾净零碳排这个路上 是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提出看法 第一个事情 你刚刚说的没有错 我们在讲净零碳排的时候 就是要降低 所谓的 火力发电 它的发电占比 对 但你会发现 过去这8年 马英九卸任的时候 火力发电的比例 跟蔡英文卸任的时候 火力发电的比例 结果竟然蔡英文卸任的时候 火力发电的比例 比马英九卸任的时候 还要高 碳排还更多 那第二个事情呢 是说 我基本上支持推动再生能源 但 我们必须要非常 实际的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 速度 不如预期 中间面临到非常多的困难 甚至 政府在推动绿能的过程当中 成为一些特定的权贵 大撈特撈 胡搞瞎搞 的工具 那因此 在这一个 再生能源 它的发展 根本就跟不上 我们现实上面所需要的 速度的情况之下 那 在 2025的时候 马上全部停用到 核能发电的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的政策没有错 但现实上做得到吗 现实上做得到吗 如果现实上做不到的话 那我们就要非常理性务实的去思考 那 接下来该怎么做 接下来是你要加大 火力发电的占比吗 那你如果不加大火力 发电的占比 那你是打算要让 所有的人民 从民生到产业 大家去面临 不管你是用 缺电 跳电 小动物 跳脱 whatever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 名词去形容它 供电不稳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所以 我们才会一直告诉 民进党政府说 你要非常务实的来看待 你现在的能源 所面临的挑战跟问题 非常务实的 要来去处理说 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 你必须要 很认真的去面对思考说 在 再生能源的发展 上不来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让 核能 就是 缩停 马上就停 那有没有办法符合 台湾现在的需求 这个是目前台湾民众党 我们所抱持的看法 要务实的面对这些事情 每次看到都是 找那个小动物出来扛 应该大家都觉得 很夸张 俊伟 第二个问题想要 请问国创老师 就是 从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我们可以观察到 执政党为了想要背一个意识 每次的 条文要表决 都要进行四次的举措表决 分别是 提议是否用 点名表决 重复表决 然后第三次是 针对该条文进行表决 然后又要再重复表决一次 想问一下国创老师 如果下次有 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们要怎么确保 意识能够有效率的进行 老实跟你讲 这真的是一个大宅问 这真的是一个大宅问 现在你还看到的是只有院会的状态 有的是在委员会的状态 连在委员会里面都没有办法进行 像譬如说半夜找索将 去开委员会的门 这没有犯法吗 当然有 半夜找索将去开委员会的门 然后就先把他占了 然后占了以后就完全不让大家 开会 那你这样下去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说 那以后法案 通通都不要过 只要谁的拳头大 就不要过 那这个是我们要的民主 谁比较暴力 谁的拳头比较大 谁比较不讲理 就可以杯葛 这是我们要的 那第二个事情是 当你这样继续杯葛下去的时候 你搞到大家没有办法 你会接下来要面临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你要跳过委员会直接到院会去吗 这是我马上会想到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委员会里面被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下一个 我们都不希望说跳到委员会直接到院会去 但 那你的solution 到底是什么 你的solution到底是什么 那我真的觉得还是要回到 整个因为 其实这个都是民主制度运作的一环 真的要回到台湾民主 民主制度的运作最重要 就是还是要回到 公民 他自己本身 对于民主 的觉醒 以及对于相关资讯的试读 不要 被政党 的仇恨 动员 然后去合理化所有 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为 对于政治人物 对于政党来讲 最好制裁他们的方式 其实就是选票 其实就是选票 你一定 选民要发出声言 用他们实际的行动跟行为 让 这个政党 让这个政治人物知道说 你们这样胡闹 你们这样胡闹 我们是绝对不支持 而且 我们会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让你们付出代价 你才有可能改变 这个政党 或是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的行为模式 那个总裁我想要再追问你一提 你刚提到那个找索将去开索这件事情 这个对于立法院的规范来说 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而且 我觉得现在立法院 我自己在里面工作 是党团的主任 我会觉得 我好像在一个马戏团 还是一个疯人院里面 因为每天 就是不停的在吵闹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审议法案 我觉得这对人民来说也非常不公平 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希望立法委员去监督政府 去执行他们应该做的责任跟义务 结果现在立法院变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跟你 上一届进来国会的生态 你觉得有变得更恶劣吗 当然更恶劣 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整个 我老实讲 就是说你用的形容词是 相对而言算是 非常文雅 真的喔 现在就变成了 进入所谓的丛林法则 是 真的就进入了所谓丛林法则 的时代 那你要看的还不是只有这一件事 是以后 大家有样学样 大家都这样子搞的话 那把整个国会瘫痪掉 最高兴的是谁 来请大家不用买啦 对把整个国会瘫痪掉 最高兴的 其实是执政党 就行政部门 他爱干嘛就干嘛 他什么事该做没有做 打诈不利 跟黑道勾结 跟诈骗集团勾结 电的事情没有办法处理 完全不需要 到国会里面来面对监督 你会发现现在民进党他们在做的事情 是要弱化国会对行政权监督 所以最近大家才会 又有民进党立委出来呼吁 说把咨询制度 也不要了 也废了 看你们干涉就解散吧 就让官员也不用面对 立法委员 的提问 跟咨询 法案委员会也不要省了 那官员也不用来立法院 面对咨询 然后对于他们自己 现在人民所关切的问题 提出清楚的回答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说恶性循环下 整个国会的功能 不断的被弱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的国会我老实讲 是 我们本来的行政权 他就已经大到 国会很难监督制衡 所以我们才会推动国会改革法案 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本来行政大国会弱 中国的结构已经很明显 现在是往更极端的方向 在前进当中 真的是往更极端的方向 在前进当中 所以 面对这样子的现象 我真的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要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样子搞下去 对台湾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我们的年轻世代 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没错 民主其实是需要所有的人的素养一起提升 这样子我们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不会只是在这个丛林法则里面 去靠着拳头解决事情 去靠着到底谁的声音比较大 我们还是希望呢 有更多的人 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民主进步的道路上 一起前进 今天的问题真的很多 以后那个访问聪哥一定要两个小时起跳 接下来下一个单元 网络谣言直球对决 好了我们时间很快 第三个单元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现场我们Z世代的问题之外 我们在网络上头收集到了很多 很多人想要问国昌老师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我就捅问捅答好了 因为我们时间剩下最后七分钟 第一个呢 针对宪法法庭的部分 有人就问说啦 这个国昌老师本来不是说 就用了自己要来担任这个诉讼代理人 结果现在怎么又没有了是确战吗 不是说法学教授 虽然你现在没有办法职业 不是律师的资格 因为你是立法委员 但是应该也可以 上场来校正 是不是确战了呢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就是 之前不是一直说违建要拆吗 这个房子不是 这个帆布都已经弄好了 怎么都还没有拆 拆到什么时候才会拆完 甚至还有人说 是不是拿去贷款了呢 我看四叉猫也跑去直击 不过呢四叉猫 当然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网路上到底是谣言还是大白话 等一下就请国昌老师来回答了 第三个 对于来营的提案不支持 却不投反对票 到底是不是民众党的立委 都在当薪水小偷 到底民众党是小蓝还是小绿 来 请国昌老师回答 第一个 真的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 他要做的是诉讼代理人的工作 我是立法院 推派出去的机关代表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为什么会 代表人 跟诉讼代理人 这么简单的概念 没有办法分辨 我 完全没有办法 理解 那当然 真正荒谬的事情 还不是他们搞不懂 代表人 跟诉讼代理人 真正 荒谬的事情是 上个礼拜 如果你们有看 我们 立法院要挑机关代表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从头到尾 他们是要申请事件的 他几乎是立于原告的地位 你有看过 一场诉讼 原告要去决定被告 要派谁当代表 然后被告的策略 然后被告的代表团 他们的组成 甚至他自己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也要派代表来 他又是原告 又是被告 当然我们在宪法诉讼 不是用原告被告的概念 这个是用申请人 跟相对人的概念 那基本上 就还是两兆 对立 的结构 甚至对这场宪法诉讼 大家更值得关切的事情是说 接下来整个程序的进行 因为这个礼拜三 就要针对 定战时状态的处分 要招 开庭审理 结果你们知道吗 立法院到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才决定要开始找诉讼代理人 上个礼拜五才开始 要找诉讼代理人 这个礼拜三 要开庭审理 现在那些诉讼代理人 对 他们连东西都还没有消化完 还没有让他准备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夸张的 我们上个礼拜五不是开个记者会 然后那个记者会里面有说 怎么他一开始 这个司法院来的函 只有要求要有诉讼代理人 没有机关代表 结果马上你去党团协商的时候 突然就说发了一个文过来 而且呢 柯建民总教完全都知道 这过程怎么回事 他还帮司法院解释说 这是一场误会 那个来函只是漏了什么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所以到底他们角色是什么 这个 更夸张的事情是司法院补那个函 是柯建民打电话 去大法官书记厅 一个 诉讼的当事人代表 叫柯建民 很重的质疑 因为 宪法法庭现在要处理的 他们在申请事件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破坏什么 政当法律程序 那我就公开挑战 现在你们在干的事情叫做政当法律程序吗 星期三 要开庭 星期三要开庭 星期三要开庭 结果相对了 礼拜五 还在 原告的干扰下讨论 到底要派谁当代表 然后找那些诉讼代理 那个诉讼代理人 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 我昨天下午 跟他们开会 就跟那些诉讼 因为那个 诉讼代理人那是一个很重的工作 很重的工作 我当立法院的机关代表 我也没闲着 我周末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在干嘛 我待在办公室 帮立法院 写撞子 我待在立法院 帮立法院写撞子 我到今天来录节目以前 我 我的部分 我被分工到的部分 我才写完20页 的撞子 当然我当立法院的机关代表 立法院不用付我半毛钱 那些律师 他们也要准备 我昨天下午跟他们开会的时候 他们只问一个问题 说礼拜三要开庭 我们现在 连券都还没有月 连券都还没有月 我们礼拜三怎么去开庭 那我们就问嘛 这是哪门子的正当法律程序 是 第二个 针对所谓我家違建的部分 我现在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对于我来讲 那是一个寄存违建 之前 民进党 突然说 我家那栋房子 有一部分占到国有地 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 我马上就拆了 占到国有地的部分我拆得干干净净 完全没有在 剩下的建筑物 90%以上都是合法的建物 但是上面的确 我的爸爸妈那时候早期的时候真的 有家蓋 那等于是整栋建物里面 都就是说整栋建物里面 大部分虽然是合法但有一部分 是寄存违建 但我的个性很简单 我的个性是 虽然是寄存违建 依照现行的法规是不用拆 但我说拆就拆 我说要拆我就会拆 我说要拆我就会拆 而且我拆我是整栋拆 你要整栋拆一个合法的建物 你要去申请 拆除制造 拿到制造以后 你还要搞拆除计划 等到拆除计划 今年好像1月2月拆除计划下来 我还要请公司去拆的时候 我要请公司去拆的时候 拆那个房子 我跟大家讲 拆那个房子是要钱 你不要以为拆房子 买房子要钱拆房子 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而且你的那个亲运 也要费功夫去想 对 你拆的房子要花很多钱 然后要拆的时候又发现 有人什么电表挂在我家上面 然后台电 在电表移走以前还不能拆 然后所以好像有人说 你说要拆怎么没拆 你要拆怎么没拆 完全都是用资讯落差 在骗人 我说了我要拆 我就会拆 现在 一层一层 在拆当中 我忘了 不知道拆到三楼 还拆到 拆到二楼 因为那个真的需要一个非常 长的时间 慢慢慢慢 从最上面 四楼一路开始 往下拆 拆的时候 拆的时候是 要花很多钱去拆的 结果呢 结果我算是 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没有人像我这样干的 我算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结果那些什么绿营的侧异 然后再加上绿色的媒体 一天到晚 利用资讯落差在讲这种事情 我再说一次 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说到做到 我说要拆就拆 我不会赖着不拆 有人赖到现在 位高权重 赖到现在还不拆 然后说要交公益信托 根本就是一场笑话 现在只有牵托 好 最后一题 请问为什么不去投票 我要跟他讲的事情是说 要澄清太多 立法院 程序上的动议 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零或者是一 但 台湾民众党 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 在法案上面 我们会推出我们自己的版本 或者是推出我们自己的修正版本 在法案上面立场就可以有 二元对立以外的第三种选择 就有ABC 比如说民进党的版本 国民党的版本 台湾民众党 有一个版本 但是在程序动议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两大党 他们针对 就是说在意识工坊上面搞程序动议 我老实讲 那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情 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情 我们如果 去投 赞成国民党的变小蓝 去投赞成民进党的变小绿 我们台湾民众党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立场 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根本不需要 随着那两大党 在起舞 但 现在民进党操作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不投票支持民进党 你就是小蓝 那这个是现在民进党他们一直 在操作 的方式 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 把我们针对每一个法案的立场态度 我们 事前 尽量跟大家说清楚 那只不过有的时候因为 我们在媒体上面不仅是弱势 而且是处于一个被长期霸凌的状态 这些声音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出去 对 真的要多靠号我们Z世代 其实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对于很多的公民议题 政治的焦点 我们的几位大学生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同学呢 其实都对于现在的公民环境 有很多的想法 今天也感谢 丛哥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在立法院里头的工房 今天可以说是资讯量爆炸 欢迎大家 看完直播之后呢 继续再去看二播三播 要多看几次 因为这个资讯量实在太充满了 也欢迎大家多多帮我们把正确的资讯分享出去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智慧Z世代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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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